以日下来,你会看到 昨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想看完昨晚全集的节目 按这个Q-A-Code,上回我们的网站 就用我们的付费会员说话 当然可以看完全集了 去到恐怖在线,你刚刚又回到香港了 是啊 所以有些个案可以说一下 甚至乎率先披露下 你自己和未婚夫的身世 用完整的功能看到身世 我没有,我不会这样做 是吗? 我不会这样做 很多人都会问我 你有没有进你老公看? 有没有进你儿子看? 没有的,我不做这些事情 是吗?但你能看到 要看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但我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必要,顺其自然 但为什么今次会看到? 我不是看他 不是看他的 他有一些前世 不是前世 他是今世要受他父亲的事情 为什么呢? 其实他也挺惨 他两只脚都断过 是吗? 是啊 真的断到碎了 但是他很奇怪 第一次在16岁 踩单车 就炒车 给电单车炒过来 这样就昏违了 然后断了右脚 先的 用了四年的时间去回复 然后事隔了没多久 十年左右 然后他断了左脚 又是踩单车 又是炒电单车 哇 即是很… 即是很… 即是命是这样 哪有这么邪 那时候初初認識他 他说起这些东西 他也知道我是做这些东西 在他的概念 他是鬼佬来说 在他的概念 他不会有这些信念 他是那种 我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我不相信 你说他是否无神论 他又不是 但他说有些东西 我眼睛看不到 我不相信 但那时候他就问我 有时候他也会说 他说他一世人都是痛的 因为他痊癒也会痛 因为他有螺丝和钢板 他全身都经常跟我一起 这么久都在这里痛 那里痛 肩膀又痛 又甩膠 然后很惨 但他也很健碩 我看到他的照片 很高 不是很健碩 其实他很瘦 是很瘦 很高 不过很高 差不多一米九 但是很瘦 但他经常都在这里痛 那里不舒服 总之他全身都痛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整个人生都被这个痛 伴随着这个痛 经常都痛 然后我听他说他爸爸的工作 以前的工作 我就知道 为什么呢 他爸爸以前 现在退休了 七十多岁 但是他爸爸以前是巴西的 他们是巴西人 他是做一些皮甲厂 皮甲厂做一些化学工 比如说 那些动物 他爸爸每天都要杀动物 哦 即是杀牛 每天都要杀 然后杀完之后 就要做一些化学加工 可能把皮去消毒 然后去防腐 然后令到他可能不断生产一些皮甲 我说不用解释 在我的角度 一听我就知道 就是业力 杀业 然后儿子受 因为不只是他 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 他哥哥是没有了手指的 哦 是吗 是的 意外也是 也是意外 好像做什么 总之是机器弄断了手指 拼不回 因为弄破了手指 是啊 拼不回 你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 他问我 我的角度 我当然告诉你 一定是杀业 那信不信呢 说出来之后信不信 都没有说信不信 他没有说信不信 我总是很简单 我跟他说一句 我说为什么只有你两兄弟会这样 是 为什么其他人的家里没有这些事情 他有两兄弟没有其他姊妹 没有 只有两兄弟 但两兄弟的身体都是很重创的 对 都有些重创的情况 我说在我的角度 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这些是革命 你爸爸做这些 可能你要承担这些业力 因为家族 我会这样说 之前我有个客人 做完整工 其实我一提 我就知道 是拼偏的 我说是拼偏的 他就支支吾吾的 他说灰色地带 你说我现在这行是否拼偏 其实也是拼偏的 他就说他自己拼偏 灰色地带 他不太直接承认 但他当然是拼偏的 他也很严重 因为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 他的儿子 疫情最严重 那段时间 他的儿子是中了COVID 然后眼睛看不到 真可憐 然后我说 你还继续 有些事情 其实他不会想到 跟这件事有关 COVID 人人也是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现在就告诉你 有很多这些业 有时候不是要你自己去受 最惨的就是要你爱的人去受 你更难受 是 所以其实好像这些 我未婚夫这些案例 或者这个小朋友 你想想COVID 那小孩子很猛 他做个编程有多少 我没有问 是编程到什么情况 我没有问 他只是说灰色地带 即是怎么说 又不会 又不会赞放火 又不是犯法 他觉得不是犯法 但我一看就知道 我们看完神功 是骗不到的 我一看就知道 你弄片 但我没有詳細 那可不可以看一下 即是说一下 原神功弄片是怎样的呢 你现在问他 我又不记得了他的案例 但很难说 因为我们看完神功 不只是看一个位置 是 有时候看完整份之后 他综合了 他可能每一个位置 都有些蛛丝马迹 我们就好像加起来 混合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 他有一个 一些特定的东西走出来 我就可以用一个 这样的角度去判断 你会看完整份 或者他的外相也像 有些都是这样的 他的样子也相似 但他自己就 他说灰色地带 但我没有详细 但我说你自己想 我说你的儿子 为什么人家感冒感冒 为什么你的儿子会盲 因为有时候 你真的要想 不要想着你自己做事 你不要想着有些人不相信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们看太多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们经常在苦口婆心 劝 乖吧 做个好人 我经常都叫别人去线 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是吧 怎会身不由己 自己选择 对不对 我有个客人 我又说一个好的案子 有时候不一定是坏 有个客人很好 他有一次上来 他就跟我说 他真的跟我说是认识的 我说你能否认识 我说你认识 你认识得起 你不用上来找我 我说我未见过一个人认识 会发大达 就算是你发大达 也会背不少的业力 后来这个客人很乖 他真的很乖 立即从量 他真的从量 他很听话 然后他回去跟他太太商量 他说红师傅说我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 不如不要认识 即是认识到你这样 不是 认识到提心吊胆 你又要没有风险 但生活又成问题 那你何必要这样 这么大风险 后来他真的很乖 他跟他太太商量 但他太太又很好 听完之后 这个男人跟我说 其实他跟他太太商量 当时就说 如果我们现在这一刻 开始停了 即是金盘洗手 是 可能有几个月 真的可能要捱了 可能租金都交不了 他问他太太 你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一起去面对 谁不知他真的可以 谁不知 这个男人转了一份正行 转了一份正行之后 他不断做到 令老板很想识他 开了一间公司 给他打息 直接做了正行 第二次上来 很开心地跟我说 师傅多谢你 因为如果不是你 推我一把 我现在还是混混恶恶的 很狡猾仔 他说 以前我来见你 我还要向别人借钱 我现在来见你 你是我自己的松动前 他很自豪地跟我说 我也替你很开心 有这些 其实真的要靠自己 就算我说多少 我说到 口水干 有很多人 他不想变 都没用 你怎样帮都帮不了 今天师傅上来 未必是很灵异的部分 今天也不是 那两个桿 都是跟这些 前世今生 是有关 这两个很相似的案例 而且很特别 我是觉得 哇 这么有趣 两个很有相连 很相似的东西 是 恐怖在世 回去旧事 那里 四野无人 好感觉 不如 我们走前一点 看看 那这儿呢 其实 就是 梅树坑 这儿 就是当年的 常植园 应该是常植园 你还用这个名字 你当年是进去玩的 如果我没记错 我记得应该是 入棺材 因为真的有很多 骨灰 我看过 入过 地下还有很多 整个常植园 我想最原装 就是这个位 还有这个位 只有这个位 我们以前是这样进去 如何 香港老长顾 你好 这里有什么 云投堂村 云投堂 云投堂 以前是日军时间的 一个 云状岗 真的云状岗 我自己也试过跑步 有些灵异事件发生过 云投堂村 要上来这个位置 今天的重点 碗瑶 碗瑶 香港老花镜 碗瑶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各位 碗瑶是目前发现 唯一生产青花池的 遥子 哇 有一间庙 范仙公 全香港唯一一间 是拜造陶瓷的神 有几个 有三个 范一二三郎 有件事一定要说 因为在2005年 在这条村 碗瑶村 发生了一间 很厉害的 侄仔 杀死了大伯一家三口 很恐怖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老爷认识他的 就在这里停了警车 在这里 是吗 是的 突然间听到有个女孩 在外面的门口 在这里说 好怕好怕好怕 那个就是 只剩下一个 是的 现在其实我们走的这条路 就是他 是的 哇 要自己找 就是一定找不到 这是这间的工作 一位是做二诊的 他说他自己有一些很奇怪的情绪 平时会很容易妒忌人 然后我就说 妒忌其实是一种反应 我说你的情绪是如何 因为我们主要清情绪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卑 他说是 我觉得有自卑感 我看到别人好 我会妒忌 嗯 接着就好了 帮她看 帮她清晰的时候 看到她前世 是一个有小疑麻痹的年轻 年轻力壮的时期 即是二十多岁 其实她有一些兄弟姐妹 即是前世的时候 那些兄弟姐妹 看着那些兄弟姐妹出去 出去打工 做事 结婚生孩子 个个都很正常 正常 但她看到自己 小疑麻痹的脚 她就觉得很自卑 即是没有人会喜欢我的 脚又不行 也没有人会请我做事 接着其实整个人生都是很自卑 接着我就将这个 即是我见到的前世 告诉她 她呆了 她说 今世我母亲也是有小疑麻痹 是吗 接着我就说 听起来也合理 因为有时候前世的事情 来到今世 她有时候可能 今世不需要再受 有小疑麻痹的业力 但是 因为可能前世的记忆 或者自卑感很强烈 摆脱不了 但是她母亲的出现 这个有小疑麻痹的母亲 就好像不断提醒她这种自卑感 很可憐 是的 因为她没有冲破这个课题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会觉得可能这个自卑感 就是她今世 可能不只是今世 可能前世已经开始要面对的课题 但她可能搞不定 前世搞不定 但今世可能不需要受症状的痛苦业力 但是她一样是要经历这种自卑感 是 就是因为母亲 是的 角色换去她母亲 但是原生家庭也有很大影响 是的 就是母亲是这样的状态 母亲也相对会因为自己 可能会有自卑 是 她会不断提醒她内在的记忆 其实代表什么呢 就是她的课题未冲破 那怎么办 你的角色就是要帮她清理一些东西 清理一些东西 那你帮她清理些什么 把她的不好的感觉清理出来 让我清理过的人都知道 立刻没有了她的感觉 那是怎样的 捉出来的 其实说到这样而已 你可以这样理解 是的 我是把她里面的那些东西 总之我看到那些东西是什么 我就把那些东西在她的身体里抽出来 但是那些东西可以是一些负能力的 病气 前世的记忆 不好的感觉 或者好像刚才这个小异麻痹的记忆 我就把它抽出来 所以会清理到 是立刻可以抽到 抽到的 我是可以帮人清理 抽出来之后她会突然觉得 没有了 那个感觉没有了 是吗 还是是心理作用呢 不是的 即时会有反应 即时会有反应 那她之后就没有了这种不开心 自卑 是的 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给另一个信念 我说你要跟自己内在说 有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是健全的 现在我是健康的 现在我是漂亮的 你要有自信 在这个位置 因为她清除了不好的想法 或者感受之后 在这个时候最好就是给一个新的 有积极性的一个概念 你要换回自己的心态 你要换另外一种思维 如果在灵异角度 有时候人们就会说 这些叫冤亲债主 或者这些一出生就有的 一些不好的东西 一些病 今生的东西就有很多 冤亲债主的病 她这个是否有什么理解 有鬼的状态上去呢 这个看来就没有 这个看来就没有 纯粹是一个前世的记忆 我觉得是一个未冲破的课题 但再来今世都是要她不断去提醒 好像一个提醒 要她继续自卑 但是她冲不冲破的课题 就要看她自己的转化 当然 今世的转化 另一件事也是类似 是很像的 我也打了个突 这个就是做 另外一个客人 直接是做看前世的 直接清理看前世的 然后我就看到她前世 是一个包头那些 我想是中东那些 对了 眼睛一块黑布包着那种 那种女士 对了 那种女士 然后我就看到她前世有个儿子 那个儿子很小 几岁 但是那个儿子是有弱视的 眼睛是有问题的 看得不清楚 不是盲 不是完全盲 但是看得不清楚 然后这个女人前世 因为那些国家 你也知道 那些老公是很大男人的 他就一直隐瞒这个情况 其实老公是没有发现的 因为这些男主外 女主外 老公只顧着出去找职 都没有空在家里照顾 他一直都不敢说给她老公 但是我帮这个女人清理的时候 其实我和她清理个焦虑感 其实那时候 那一世他就很焦虑 因为他很害怕被她老公发现 那儿子的眼睛有问题 他很害怕自己会被人赶出门口 很害怕儿子会被人赶出门口 即是唐催家生的那些 是的 因为他超级大男人 这个焦虑感是很重的 而且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也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后来和她清理完之后 我告诉她这个故事 你前世的小孩有弱事 他又呆了看着我 他说师傅 我今世的女儿也是有弱事 又来一次 即是又是一些相同的情况 又是自己的小孩 又是相同的情况 但又是你需要面对的其中一个课题 即是又是冲破不了 那为什么他这么惨 前世的东西到今世都仍然带下来 虽然不是同一个人 但他也是一个关系 是吗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所谓的课题就是 我觉得你前世可能有些东西 你需要去完善 可能因为这个情况去开悟 或者你有些东西要去想通 或者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做法 譬如说有些人 他可能有一世他自杀 是 那你自杀了 你下一世是否想着 你想着下一世会是怎样 会没有事 其实不是的 是下一世的时候 会再来一个 他会逼到你想死的一个情境 然后你再自杀 那便一直自杀下去 但是去到哪一世 你会停止 不再选择用自杀这个方法去解决 那那个位置就叫做 你叫做 咦 没有了 而是看到最精彩最紧张的部分 就被人删除了 是啊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你还欠一部 欠一部 这个QR Code 就成为了我们的付费会员 当然 月费会员 就会看到我们全集的节目 究竟嘉宾说到下面的部分 会是怎样的呢 等你慢慢发觉 等你慢慢发觉 等你慢慢发觉